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4月11号 星期四的民事晚间新闻抢先报 我是李慧之 抢先来看到最新消息是 昨天民进党中指会通过了 党内初选协调的延长案 而前行政长赖清德在经过一夜的沉淀之后 今天下午他在台南住家外头接受访问 他表示说释缓责源 还说既然民进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就全力配合 他说他会重新调整脚步 来听赖清德的最新说法 另一方便要告诉您 台南市在今天下午举行了 全民防卫动员际灾害防灾的演习 除了一般的防灾工业趋火警 还有车辆坠核等意外事故的演练之外 今年还首度加入了空难的应变 场面非常逼真 日台北火车站则是发生一起 旅客跌落铁轨的意外 只是今天上午8点多 一名70多岁的陈姓老先生 他一死是一时恍神 不小心跌落到轨道之上 幸好值班员警马上发现跳了出来 下去把老翁给救了起来 另外在台北市的社子地区 是发生一起街头砍杀的案件 昨天下午一间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板还有员工 在公司门口聊天的时候突然被20多人包围 而且被他们用棍棒刀械来攻击 两个人头部手部有多出的受伤 另外还有三辆车子都被砸毁了 而被害人则公称可能是因为 林古塔的生意引发纠纷 警方已经循现逮捕8人 而主贤还在逃逸之中 而宜兰县长林自苗 下周二要率领百人产业代表团 前往中国的上海还有南京等城市 来进行宜兰的观光行销 预计带来的产值渴望破译 另外林自苗还将与华林县长徐真卫 还有台东县长饶庆林合办推荐会 可以说是以华东三女利 是早台北市长柯文正一步 先台到上海行销东台湾 还有这真的是财神月的眷顾 就是昨天晚间台采精彩539开奖 而三处同采竟然都开在同一间的采券行 也就是在基隆仁爱区的一间采券行 老板娘推测说是一人独得 而三处投彩的奖金合计高达2400万 今天消息一传出 一大早就很多人上门来试手气 而美国北卡罗埃纳州 是发生一起惊人的气暴以外 当地时间10号上午 北卡的达勒姆市中心一栋商业建筑 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地面也是剧烈摇晃 当时居民还误以为是有炸弹爆炸 不但这个气暴的建筑物几乎全毁 而且附近大楼的玻璃也几乎都被震碎 目前得知至少一人死亡 还有17人轻重伤 而泰国方面 这个星期六13号开始到15号 要迎来泰国的新年 也就是泼水节了 今天有部分区域已经开始庆祝活动 民众跟大象互相泼水一枣鼠气 而今天还有多重要新闻 你一定要知道 民进党总统出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党政周点 民进党内总统出选的蔡英文 以及赖清德之争 昨天在中职会上摊牌了 在英系的坚持之下 最后呢中职会是做出决议 把总统出选呢 是延到5月22号之后再来举办 而今天呢 赖清德他有回应了 他说他会全力的配合 但也不会改变 要进行君子之争的初衷 他要参选到底 但他也说了 这样子的严选呢 让他的选战 必须要重新调整脚步 另一方面 今天蔡总统呢 则是史无前例的 他以总统的身份 公营白沙屯妈祖胜价 不过他不愿回应初选问题 好民进党中指挥 通过了总选 初选 总统初选的这个延期案 不过却引发了绿营基层的翻弹 认为呢 党中央根本就是在替 蔡总统量身打造初选议程 而挺赖清德的立委林俊仙呢 他就说相当不满意 但是也只能接受 另外呢 立委刘世芳还说 希望能够说明 初选延后的原因 而独派大佬 吴李培 他也替赖清德报委屈 他认为呢 这对民调领先的赖清德不公平 他不但批评说民进党的中指会不公不义 也抛轰蔡总统为了确保连任 是不是要不要干脆宣布戒严算了 持续来关注的是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的部分 在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宣布呢 不参选之后 现在国民党中常会开始要酝酿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替韩国瑜参选来寻找各种的解套方案 现在呢 还传出有所谓的上中下三册 上册就是王金平朱立伦主动退出 中册呢 是依据民调来协调 而下册呢才是办理初选 而国民党内呢 因为征召韩国瑜的声浪不断 有意参选的竹立伦呢 他现在是跟着大甲妈绕镜活动 他说呢跟着妈祖心情愉快 他也没有多谈选举的问题 而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今天原本要审查前云林县长 李静勇接任中选会主委的仍是同意案 但是呢 国民党立委早就放话说 就要背一个道理了 今天呢 李静勇他一进立法院就被团团包围 国民党立委呢 还不断的高喊滚回去 而李静勇呢 则说他拒绝这样离开 还说他宁可被拖出去 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僵持拉扯之后 最后呢整起人事案 还是只能够择棋再审 还有新北市五谷地区 我们独家告诉你竟然有瓷砖会从天而降 这是有民众发现说 成泰路一段的移动公寓 竟然呢瓷砖会不断的坠落下来 而且呢因为一旁就是公车站牌了 还有很多的店家 居民就非常担心说行人呢 可能会被瓷砖砸到头 后果不堪设想 而当地里长则说呢 屋主已经找来建商要尽速的维修 不过呢在修好之前 提醒您如果路过的话 要提高警觉 台北市每年呢 有300个小孩被收养 不过呢台北市一间明星小学 是传出有老师当众 对着才9岁的学生说 你知道你不是母亲亲生的吗 小孩听到之后崩溃大哭 不愿意上学 而家长也是每次提起就泪流满面 也不满老师的态度毫无悔意 现在是找上了议员来澄清 而被封为月亮歌后的资深艺人 李沛青上个月初呢 疑似是不堪瘫痪 还有病痛的折磨 企图吞咬轻声 而今天上午呢 他的脸书突然又出现文章 公开了银行的账号 自称是今天生日 希望粉丝能够汇钱给他 原本呢外界一度怀疑 是不是脸书遭到诈骗集团的斗用 不过呢记者查证之后 李沛青说的确 他是因为没有钱买一只 还说他真的已经有人汇钱给他 而台北市的天下 第一摊美食争霸即将要开打了 今年呢是以首座便当为主题 一共有十间业者来参赛 有传统的猪脚便当 也有西式的猪西便当 另外呢还有店家是 推出了健康便当来迎战 而谁是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名呢 周六就会揭晓 我们今天带您先读为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